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希望大家把这个牵到打在屏幕上 好的 我们接下来说说转场效果 重要吗 很重要 必须吗 那得看情况啊 但是你必须得学起来 比如说在Premiere Pro里面有很多转场效果 你可以直接用 但是感觉都是很初级的 当然有些转场效果你可以去下载 而且这些转场效果也都很好 但是今天我想展示的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比较高级一点的转场效果 就是怎么利用这个萌版去转场 怎么形容呢 也就是前景物体覆盖掉整个画面后 然后背景画面从前景下面出来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要给大家一点小建议 就是这种效果看起来很好 没错 第一 你在拍摄画面的时候 一定要拍两个有关联的画面 看起来才不会突兀 比如前景是一个咖啡杯 背景出现一个人开始喝咖啡的场景 就很合适这种效果 第二 就是你的相机的运动方向要保持一致 比如说你第一个画面前景是由下往上拍 背景出现的画面却是从左往右的 那把这两个画面连接在一起 就会很奇怪 很不连贯 那怎么来制作呢 接下来就打开你的Premiere Pro 跟着我的步骤来学习吧 好的 那现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片段 第一个是我们的前景画面 那是一个咖啡杯和牛奶 还有这个咖啡豆 第二画面就是我正在喝咖啡的这样一个画面 好的 那我们从第一个画面开始说起 那你可以把这个画面大概看到 出现这个背景的时候 也就是到达这个牛奶盒子边缘的时候 这个位置 那你可以选择钢笔工具 我们去绘制一个遮罩的这个效果 一个蒙版 好的 框选之后选择反向 那反向之后的话 其实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背景 那因为我们还没有放背景画面进去 它出现就是纯黑色的背景 那你把你的这个形状调整好 加一点点羽化 可以让它的边缘看起来自然一些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位置 那你可以往下一帧走 因为我们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添加关键帧去调整它的位置 那你每按下一帧 它就会自动帮你打上一个关键帧 那我们就去在每一帧逐步的去调整这个位置 一直到这个牛奶盒初画为止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稍微快进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的 那整个完成之后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好的没问题 那大家可以看到一开始偏头的话 会出现这个黑色的小方块在这个边缘 你需要做的就是去到它开始移动的第一帧 然后剪切 就把它拆开一下 把第一段画面的这个时间轴上的画面的这个蒙板 给它删除掉就可以了 那它还是会存在我们在第二段上面的 那第一段上面的这个黑的部分就不会出现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就OK这个效果 那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背景画面放在我们前景画面之下 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播放看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了 看起来大家觉得如何呢 不会很难对吧 那希望你就多多练习 把这种转场效果运用到你的这个视频编辑中去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